参见陛下 好 很好 果然是食物 是可造之才 一身黑衣戴上头 是披风 笑者说横话 举中这位反派女王 没用错是苏妈妈杨锦华 这九个头颅 全部都是谋反的妖怪首领的头颅 怎么样 我就知道你很喜欢 在录剧《凌云志》中 杨锦华演出风格角色到位外 身穿过西马屑露出绝对领域 更被剧迷狂赞太那太美 《海霞若是鸡蕾不收财》 《将危害人间酿成巨磨》 同出剧还有首次接拍 古装剧的吴克群 戏里还幻化神猪妖 古装造型受瞩目的还有她 一身紫衣紫色头发 烈焰之五根继客串女星 嫖出仙气 一旁协上的是偶像剧女神 陈乔恩名字 直接令网友惊呆 狂喊这谁没认出 疑似修图力道过猛 无关仿佛成另一个人 还登上了微博热搜 一脸凛然穿上金色古装 明道也参演被亏是得罪造型师吗 古装仙霞却像是DC电影中 低配版的水星霞 除了昔日CP合作 不少人期待 半相更是先受关注 TVBS新闻张家宝宏宁太宝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